海淘警方深夜巡逻 募集到一名富人在副驾驶座 跟他们求救 说自己的身体很不舒服 快要中风了 行车记录器也拍下来 这个前方箱行车正在等红灯 副驾驶座呢 有人不停地在挥手 靠近关心听见富人痛苦地说 可以帮忙开道吗 我快要中风了 远景二话不说 立刻鸣笛 让前方车辆让道 顺利在两分钟后到达医院 幸好经过治疗 人已经没有大碍